我们再次欢迎陈雅慧,陈老师 嗨,我是雅慧 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因为我们知道雅慧老师是很厉害的演员之外 也是一个很资深的钢琴老师 厉害演员不敢讲 资深的老师还可以 因为雅慧老师好像从很年轻开始就开始交琴 对,如果从18岁开始算的话 就大概知道我年龄 那可能没交两年而已 就是教学这段路 算是伴着我人生很长的 其实音乐啦 应该说整个音乐的路程 对我来讲 对我一生 这一生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程 就从我出生当天来说好了 出生1月27号 跟莫扎特同一天生 哦,原来是 跟音乐神童同时 同一天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是神童 我是一个懒惰的钢琴手 怎么说呢 就是 我不是那种很乖乖练琴的孩子 哦 不是那种像周杰伦那样 每天会苦练 七八个小时坐在那里 然后不小心就僵持性脊椎炎 是不是 那好像是天生的 那是天生的 但是 就是坐在那边坐很久 可能有点恶化它 容易恶化一定的 不过音乐对我来讲 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那就你看 其实它加在一起就十二个音啊 嗯 十二个半音嘛 是 然后可以变化成 哇 无限的组合 对对对 那个魅力非常大 这样 对 所以等于是从小就 从小 音乐就在你的生活跟你合而为一吗 嗯 我记得我妈买了一个小小的钢琴 因为她知道我每次听到音乐 我就会靠过去 很有反应 比如说去逛街啊什么的 有有情见发生的这种的 我就会贴 就一直贴在那边不想走 所以她就买了一个小小的那种钢琴 玩具 玩具钢琴 就很小的 有一天 买了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吧 她有一定下班回来 听到我在弹国歌 她就说 那是我幼稚园嘛 幼稚园 她就说 谁教你的 我说 没有人教我啊 没有人教你 你怎么会弹 就在学校听啊 回来就知道 按一按 大概就知道在哪里 这样 怎么可能 我说 我就没有人教我啊 就这样 因为 姚慧老师家肯定不是有 就是音乐是家 没有 不是 没有钢琴 没有 因为那个只是玩具而已 对 所以肯定不是家教 小时候很穷啊 肯定不是家教 说 家里就有教 天生的 就是 就是家里当时 小时候很穷 非常穷 然后 但我妈妈也觉得说 既然有这个天范 她就去送我去 YAMAHA 音乐 儿童音乐班 哇 我是第二届哦 我也 我要叫学姐 我也是YAMAHA 你第几届 我还可以算出 是第二届哦 好像是第二年 第二年启动 这样 第一年 然后我是第二年的学生 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 对音乐就 就这样种下了 很长的 那个 各种不同的音乐 就是有接触 古典的 流行的 都有 哦 所以一开始是 接触 应该也是古典 当然是古典 一定是古典 因为我记得 YAMAHA那边的教学 都是以 就是古典钢琴 正统的 是的 来教学 古典钢琴 对对对 那后来 肯定是有考 简定考 YAMAHA的 我没有耶 因为我后来就 因为你 你那个时候 有 我那个时候没有 后来才有 简定考 那时候 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么多赚钱的 手段 所以那时候 纯粹就只是 上完音乐班 然后 老师说 大概可以 做那个 钢琴一对一的 教学 指导了 因为上了一年的 音乐班了 差不多可以了 结果呢 我妈妈就说 好吧 既然可以了 她就帮我找个 家里附近的 钢琴老师 找到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说 上音乐班没效 所以 我音乐班就没了 然后直接就上 个别课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音乐课 好无聊 因为YAMAHA的教学 它会有带动啊 会有 还会跳舞啊 团体啊 什么的 就比较有趣 好玩的课 然后 就对着 那个钢琴 然后跟那个 钢琴老师 就我弹到 我睡着 老师也睡着 就太无聊了 不知道 因为就觉得传统的钢琴 我觉得老师也很重要 我真的觉得老师很重要 一般的钢琴家教 一般的钢琴老师 教法都是比较 以前会打的 弹错就用笔敲一下 直接笔啪 对对对 我也是 对啊 直接打 是 但到我这一代 我教琴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对 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是 弹琴是很痛苦的事情 练琴很痛苦 就不太喜欢练 然后遇到我那个阿姨 她就 我妈妈在上班 她就会遥控 打电话 就 叫小慧弹钢琴练琴 然后我阿姨就说 你妈叫你练琴 也不会弹一首歌 整天在那边 弄勒弄勒 弹那个听都听不懂 基本功是不是 就是练基本功 我只会 倒勒倒勒 咪发咪发 咪发咪发咪 咪咪咪 那叫做什么 哈农吗 应该是拜尔 那个时候 小时候拜尔 然后就是 倒勒倒勒 就是这种 倒勒咪发咪 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些 那种很枯燥的这样子 我也觉得很枯燥 我阿姨还在旁边 给我泼冷水 不要弹一条歌来听 我说 弹什么歌 夜满西楼 然后就是 要不然龙树下也可以 那我又不会弹 没有谱 所以我说 阿姨就说 所以说你练那个没有用啊 连首歌都不会弹 他这个好像蛮多 蛮多学古典人都会被这样讲 他弹了很多 可能肖邦啊 李斯特啊 听不懂 没有人听不懂 很难嘛 可是就他弹一个 周杰伦 他要弹一个张惠妹 他就 不会弹 我没有谱哦 我不知道怎么弹 我需要谱 或者是说给他简朴 就不会弹 不会看 后来我就可能也是这样被刺激了 我阿姨就是 弹一个什么流行歌 比如说何日君再来啊 我就真的弹了 我后来就真的弹 我说 我大概知道他在唱什么 然后我在钢琴上 我是可以抓的 拖出来 我是可以抓的出来的嘛 所以我就自己抓抓抓 把音抓出来 然后就弹 然后就渐渐的 就无师自通 弹流行钢琴 哦 那左手呢 因为右手是旋律 啊左手的话 左手我也自己乱配啊 就觉得 好像这样好听就可以 当时只觉得 因为我会听那个 比如说以前是录音带 哦 那录音带里面 其实是有和弦 你听到它都有 它是有那个 整个旋律在里面 你可以听到 整个配置在里面 就是完整的音乐 对 不是只是哼一个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 可能是耳朵比较敏感 所以我就听 哎 这感觉 大调小调 我可以分得出来 大小和弦分得出来 然后哎 这个是四级和弦 这是五级和弦 这是三级六级 一级二级 我通通可以分得出来 所以就是 大概弹一弹 我就可以自己抓和弦 这个是大概几岁的时候啊 这个应该大概是 十多岁 十二岁 差不多 所以才小学 小学 小学左右 我就可以自己 弹六星歌曲了 那是因为之前在YAMAHA 没有 还是说 嘉嘉老师有稍微 讲一下和弦的概念 都没有 当时都没有 那怎么会有和弦的概念 我不知道 就莫名的就有了 我就觉得弹 这样弹起来 因为那时候大致上 你古典钢琴也是 也是有和弦的嘛 土弥索 法拉东 我都知道有这些 也是有这个概念 对对对 左手的伴奏 是有这些概念的 只是说 我会去找那个音 奇怪 那个和弦 很奇怪 我听到的声音 不太一样 不是我听到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还有其他的 然后后来再发现 有那个声Fminor 7 就是有这种四级 声四级minor 7 减五的这种东西 这些比较特殊 特殊和弦 对 然后这奇怪 但是那时候不懂 只知道 听起来 我知道这四个音 但是我不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就只知道说 这个音是对的 要这样弹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呢 我听到了是这个声音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 它是什么 但是可以弹得出来 然后曲子就弹出来 对对对 阿姨或者是 哦你弹出曲子了 然后我就跟那个CD 跟那个唱片 录音带弹得非常像 就听起来音响效果 是这样一样的 对对对 后来就这样子 流行钢琴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教流行钢琴 可能比教固定钢琴好 你也是从小就开始 练流行钢琴了 那个是自己 自己研发出来的 对 那到后来 我也学电子琴的时候 电子琴老师 其中要考试的时候 检定考 是需要有一个 配伴奏的考试的 所以他就是给你 一段旋律 你要帮他配伴奏 嗯嗯嗯 当时有这个课程的训练 老师就打题目给你 然后下次教 你看你配了什么伴奏给我 这样 然后我就配配配配 他就看了几个和弦 说你为什么会用这个 你怎么知道用这个 我说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个好听 他说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哦我也不知道 讲不出来 对我讲不出来 然后他跟我讲 这个和弦叫做 升Fminor7-5 我说哇这么多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说升F在这里 minor在这里 7在这里 简五在这里 我说哦原来 原来是有原理的 是是是 这个月理的部分 是月理的部分 然后才才去 理解说哦原来 我听到的那个音响 我觉得好好听的 这个音响 听起来很震 震撼我的那个 那个声响 感动的那个声音 是这个 嗯嗯嗯 所以就是 是小时候不懂 那长大以后 哦渐渐的 也学吉他 学 民谣吉他 嗯嗯嗯 对那时候 很流行民歌 我那个时期 我在念 武专的时候 是民歌时期 今生的时候 所以几乎大家都 那个 我们世新的校园 几乎 两三个 就人手一把吉他 我也是背着吉他 上学的 没有背着书 上学 没有背着书包 是背着吉他 上学 所以比较喜欢音乐 比较不喜欢练书 没有然后就一下课 中间下课十分钟 就开始到弹琴 然后唱歌 弹唱 弹唱 那个时候也等于是在 练习 练习 对 和弦 对 伴奏和弦 然后我就发现 哎 原来我对和弦很敏感 就是 即使一首歌曲 他没有给我听过的话 我也可以把他的和弦 自己配出来 对 这么厉害 就是你可以 直觉说 我配这个 一定好听 这样 到底是怎么样 可以做到这么厉害的程度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您所收听的是 复兴广播电台 两岸资讯网 收听频率 台北AM594千赫 台中AM594千赫 FM107.8赫 高雄AM594千赫 锁定复兴电台 锁定两岸资讯 亲爱的宝贝 自从直到怀孕的那一天开始 妈妈决定补育母乳 营造健康的环境 让你平平安安地长大 亲爱的宝贝 为了让你远离二手烟的危害 爸爸决定不再吸烟 让你可以在无烟的环境中 健康长大 为了下一代的健康 快播借烟专线 0800-63636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好 听众朋友 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 复兴广播电台 复兴艺文馆 每周一到周五的 下午4点到4点55分 欢迎大家准时来到馆里头 尤其是在今天的节目呢 可以听到方法 为大家邀请了很多 非常优秀的艺文工作者 在馆里头 跟大家见面 好 我们继续听方法 为我们所带来的精彩的内容 亚伯老师 这个和弦的组合 这个东西 是不是很多古典的人 不太清楚 我觉得他们知道 也清楚 因为其实我们在谈 肖邦的时候 肖邦里面的和弦 超复杂的 很恐怖啊 一直转掉 疯狂的 他疯狂的 而且几乎 一拍两拍 就一个和弦 对啊 尤其他的过渡段 就是桥段超多 这样一直转 一直转 有一次我就想说 我想把他的和弦写出来 他这每一个和弦是什么 名称 我通通把它写出来 我发现 哇 他用了很多的 minor 7 这种东西 就是他用的和弦 是很先进的 以现在我们在流行歌 乐坛上来讲的 是很先进的 可是 大家弹古典的时候 你就发现肖邦弹的 那个很浪漫 很好听 是 为什么好听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的和弦 和弦很好听 和弦很特别 可是如果把它拿到 现代的流行歌来弹 就会变得很怪 就说因为 流行歌 他毕竟会为了方便要唱 所以 和弦上 不会用的那么复杂 他的真的是过度复杂到一个 哇 我的妈呀 转调啊 转去的 是是是是 或转调 转调还是其次 就是一个小节里面 就有四个和弦在里面跑 长得很奇怪 这样乱跑 对 但是你 我通通可以找到 他的和弦名称 正确的和弦名称 但是一般来讲 练习古典钢琴的老师们 他可能不会去分析这些和弦 所以我在想他们一般来讲 比较常用的 就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 大概就是这些 然后大小 然后偶尔一点简和弦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平常听 我觉得听啊 听习惯了之后 他就会很习惯用一些比较安全的和弦 安全的和弦就不容易出错 而且我记得我在上和声学的时候 老师规定 这个和弦后面不能接这个和弦 这个和弦后面不能接这个和弦 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我就问为什么 我说流行歌曲都这样接啊 他说 没有 不一定 就不能这样 我说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我说 那莫扎特 贝多芬有遵守 这个原则吗 他说 基本上都有 基本上有 那就是有 那请问 既然有例外的 为什么你要规定我 这个不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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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样子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配和弦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配了 后来我就放弃 去念古典 是什么时候的这个和声学的课 和声学已经是我 大概是 我当了教钢琴 当老师之后 我觉得我需要去把这个和声学 再把它 再进修 再进修 因为我不是传统的音乐系 去教钢琴的 我只是从小有练钢琴 这样子 然后去考了 级数啊 然后去考个音乐 就是和和的检定考试 当了一个儿童班的老师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要增进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就去上了这个和声学的课 然后发现上了和声学之后 我就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作曲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和弦了 因为你通通把我绑起来了 对 后来我就放弃了 我就是凭我的直觉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配这个和弦 我就觉得这个和弦 才能表达我的心境 现在的心境 就这里 觉得很好听 就是要这样子用 就是这样用 其实像是 就直觉 比较像是绝世乐也是 绝世乐就把很多古典乐的一些东西 都把它打掉 它的和弦进行就很自由 很自由 自由 对 就是 我觉得就是 抒发我的情感用的 和弦是来抒发我的情感用的 不是来绑死我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我 比如同样一条和弦律 同样这首歌 比如说 我现在没有办法示范 因为没有琴在这边 比如说 周杰伦的好了 道香好了 这首歌 同样是这样弹 我也可以编成不一样的版本来弹 我可以编成不一样的节奏 我可以用不一样的和弦 然后它就会变成不一样的道香 就我们可能就是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编曲 我都觉得这个很好玩 对 我就不想被绑死 是 所以我那时候教的儿童音乐班的小朋友 他们听到的和弦都非常丰富 就是即使弹儿歌 也不会只有1451这么简单 不是 我的非常的复杂 几乎一个小节好几个和弦在跑 所以我觉得那些小朋友 他们的耳朵也会变厉害 他听到的比一般的小朋友再更多 对 因为那个和弦的色彩非常漂亮 我就觉得这么漂亮的色彩 你们要听到啊 你只能听1456 太可惜了 你们要听一些简和弦 要听一些 附属附导 对 非常厉害的和弦 我都要让你们听得到 我觉得这个小时候是从小训练的 越小训练 越小训练越好 耳朵会越厉害 我是大概 我比较 我等于是也是很小 就开始自己会去听歌 然后把它写出来 抓歌 我干脆就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从小就 哦 谢谢 然后旋律写完了 然后再来就听和弦 大概和弦 他整个播完我也写完了 就马上听 啪啪啪啪 军部写完 嗯 这个真的是要很有天分 因为小时候 训练也是 训练也有用啦 嗯 吉他也有用 嗯 因为吉他都走和弦 是是 所以这些都对我来讲 都帮助很大 电子琴也是 因为它有贝斯 有和弦 嗯 有贝斯 有左手 然后 有鼓什么的 通通来了 变成节奏的东西也进来 节奏也进来了 对 等于跟编曲差不多了 嗯 所以 雅慧老师不只是有在教钢琴而已 还有在表演 对不对 是 呃 刚开始就铸唱嘛 嗯 就自弹自唱 自弹自唱 看似简单 其实非常困难耶 嗯 因为他要有两个脑袋 一个脑袋呢 在控制你的演唱 这个情绪 情感 另外一个脑袋呢 在控制你的手 操作键盘上面 技术的问题 技术问题 对 弹奏的问题 所以你 你只要有分心哦 刚开始 诶 刚开始不是弹错 就是唱歪 两个就会一个错掉 这样 就是不容易 你只要一分心 而且不是只有这样 你眼睛要看谱 对啊 要看歌词 眼睛看词 脚还在踩踏板 耳朵还在听我 有没有走音 手还要弹伴奏 手在弹伴奏 而且那时候keyboard嘛 keyboard它有很多的按钮 你还要在这个时候 要换音色 这一秒要换这个节奏 加鼓进来 加鼓进来 很忙 我就觉得 哇 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以前会觉得 人家自弹自唱 很简单 No 非常难 一心多用 一心多用 对对对 就很像 很像是八爪章鱼一样 一个 这个要做这个 那个要做这个 手很忙 我记得 我女儿的古典钢琴 古典的那个 欧博老师 她就说 你来教我 怎么自弹自唱 我说 哦好好好 那我示范一下 我就这样 你唱到这里的时候 我这边写一个符号 这里要按这个 然后唱到这里 这里要按这个 然后 怎么 然后她弹弹弹 弹到一半 到哪里去了 根本来不及 她说来不及啊 根本来不及啊 我说 嗯 就是要练啊 你这瞬间好吗 就是瞬间 你只有一秒的时间 可以啪 然后你就要回来 就要再回到键盘上 继续 不然就 就拖拍了 对 所以我觉得那些 演奏会 演唱会 我们说演唱会 演唱会的 Keyber老师们 都很厉害 也不是说 每一个乐器的老师 都很厉害 嗯 对 其实要再换来换去的 那种键盘 你看那个Keyber老师 都是上下 没有三排 然后旁边 然后左边还有一个 钢琴 对 就好几排的键盘 在那边换 是是是 那个脑袋 所以 曾经有一个 那个科学测试 嗯 他在测试脑部 的脑坡 怎么样是运作最 丰盛的 就是你脑坡会这样子 哦 运作得很好的 很漂亮的 很 就是怎么讲 全面那样的电脑 好来跑去 他们就测试脑部 后来发现 弹乐器 整个脑袋 统统在发光 嗯 统统在爆炸 等于是那种 原子弹炸了好几倍的那种 他说 看书是 有看书的能量 在跑 就小小的 理性的理解的 然后这边是 要一点点跑 唯一在弹琴的时候 或演奏任何乐器的时候 他发现是 整个脑袋 统统在跑 运转 要理性加感性 是 要互相配合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 技巧还是要存在 但是技巧之中 又要展现出感情 是 那你还要有拍子 拍子其实是数学 嗯 又是一个理性的东西 是 是 大小声 又是理性加感性 是 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 应该不会老年痴呆吧 就比较难了 对 如果怕脑袋不太好的 可以赶快去学学钢琴 不一定啦 吉他什么都可以 学音乐 对 学音乐 打打鼓也不错 像我们知道 有一些修女或是神父 他们不是都 也是年纪很大 但是修女神父 他们并没有 就是 失智的问题 他们有些去照 脑部 脑部 说已经有失智的脑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失智的症状 想说 为什么只有修女跟神父 他们比较不会 因为他们常常在教会唱圣歌 唱歌 唱歌也是 有些要私情 有些是要代唱 所以他们 还是常常在运作他们的脑 所以看起来有一点失智的样子 但是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所以唱歌也可以啊 各位听众 有空多多唱歌 听CD 配合唱这样 只要有跟音乐有关的 都会刺激整个脑部的运作 脑部会发光 所以雅慧老师那时候 在铸唱的时候 是在哪边铸唱啊 哇 最早那时候是 明歌戏餐厅 然后后来2017年 我跑去肖敬腾 那个发迹的那个天明座 照说它是叫天秤座 明歌戏餐厅啦 其实是在那个板桥火车站那边 对 那时候在那边铸唱了13年吧 13年啊 对 到了2020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歇业了 唱了13年 唱了13年 这中有碰到肖敬腾吗 有 有碰到肖敬腾 我其实是为了他去参加歌唱比赛的 好不好 真的吗 我就为了他去参加2017年 他代言的天秤座的歌唱大赛 然后我想说 我报名了 我如果可以撑到最后一场 一定可以看到肖敬腾吧 他至少会当主审 至少会没有 至少会来当特别来宾 他是代言人啊 对不对 一定看得到 所以死命的拼命的打到总决赛 然后最后一天终于看到他了 所以他有出现 那本人跟那个有一样吗 本人一样啦 就很娇小 他非常娇小 很瘦小一个 不像是印象中 他声音很大 声音很大 可是人不大 人很小 人小 志气高 人小志气高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13年当中 应该也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 有啊有啊 有些客人 他们会点一些高难度的歌让你唱 哦 什么样的歌算是高难度的 他们很有趣耶 他不管你是男女 他看到每一个歌手都点同一首歌 One night in Beijing 这个是陈森 这个是陈森 陈森 不是阿信 阿信的版本的 嗯哼 那个更高耶 就很高啊 高不高 我可以照我的key调 可是他的range 主要是他的range太广大了 就低音太低 低音很低 高音很高 对 以女生来讲的话 那个音乐其实是 男生基本上也算是蛮难唱的 男生也不好唱了 可是对女生来讲 女生音乐本来就 比男生窄了大概 五四五个音左右吧 嗯哼 所以你这样一擦 我又要再撑到那个地方 就更不容易了 对 所以就 他有点了 我就想说 一定要这样吗 一定要这样整人吗 是不是 对 我就 好吧 有一次我就 好了好了 他每次来都给我点这首歌 我就练一练 就现场我就终于唱了 然后当里面还有金剧的腔调啊 他还有一部分是要用的 我今天嗓子因为 确诊刚好 所以那个咳嗽的 大概可以听得到 我的嗓子根本还 没有完全会 他整个是锁住的 所以要唱金剧 不太 你看声音完全没有办法动 那个嗓子 那个声带 那个吊嗓子 那个没有 就他中间有个金剧的部分 我就也会去 就去唱那个金剧 也要唱那一款 对对对 然后他的高音 飙得很高这样子 所以就 他那个 那个客人 他就好像 他丢了多少 五百块是不是 小费 他就说 我点了那么多 那么多次 只有你愿意唱这首歌 那么多歌手都不帮我唱 当然啊 那唱这个 唱完一首 可以抵其他三首了 那么累 所以放最后一首唱 唱完我笑 对 唱完其他的歌 我就不唱了这样子 对 所以有些 但还有一次是 很尴尬的是 遇到一个客人 他点了一首歌 结果 他点了成 他点了那个什么 世界唯一的你 但是 我不会唱世界唯一的你 所以我那时候就唱了背叛 我想说 反正也是 曹哥的歌嘛 然后我就唱背叛 结果他后来又传了一张纸条说 我是要送给我女朋友的 我说好尴尬 哎呀 如果以后不要乱 就是看人家点的歌 你还是要看一下歌名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他要先备注嘛 先备注说我要送给女朋友的 那我至少换一首好一点的歌 我唱一个背叛给你 好尴尬 他早说嘛 就可以换一首比较正面的歌 所以那个点歌的时候 自己看一下歌单 也要稍微过滤一下歌名的意思 这个不先讲真的没办法 想说你可能只是随意点一下 我想说他可能喜欢曹哥的歌吧 是啊 就都点类似的 这个真的是 这个女友大概会很生气 没有女友不知道 那没关系 他就纸条再传一张 我是点给我女友的 那后来怎么再唱一首 没有啊 我就不好意思 我刚刚唱了一首背叛 我现在换一首 换一首 再捕一首 再捕一首 捕一首那个蔡依林的 跟那个谁啊 谁唱的 陶哲的 今天你要嫁给我吗 这样可以吗 捕一下捕一下 可是这样子 像这种男女队唱的要怎么办呢 男女队唱我就自己唱 就自己要唱男生又唱女生 通常都自己男女 这么难哦 像key不会有问题吗 我跟你讲 有些还好啦 那个蔡依林的跟那个陶哲是同一个key 他正好这首key是同一个key 所以还要看歌 对 看歌看歌 这个真的也很多学问 因为有些他是男生key跟女生key差很多 然后 会很难唱 像不该 那个周杰伦跟阿妹的不该 我也是自己唱 那个就有音高的差别 他差别没那么大 因为周杰伦的音高本来就高 阿妹的key有稍微 可能有稍微调整下来一点点 所以他们的key 其实搭配起来 我觉得女生来唱还行 还行 所以如果是男生唱这一首就要换一key 对对对对 我也有一key 我也没有唱到原key 唱男生的key的话才有 我都移动一点点 我会找一个最适合我range的key 我不会一定要 这是我的那个叫什么 我的歌唱老师也跟我讲了这个 跟我们讲说 不要迷思 一定要唱原key好吗 那个key只适合那个歌手的 不是适合你自己 所以不一定要跟他拼了 所以其实KTV有时候唱不上去 就降两key 你就降key 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吗 对 而且唱得很鸣 其实不一定好听 对 那个喉音都跑出来了 不好听的 而且如果是助唱的话 一唱都是要好几个小时 是 我们就唱 你要撑个十 我们都是十二首起跳 就将近一个小时 对一个小时 那就跟一般的那种 唱一首的 当然不一样 唱比赛的不一样 对 所以就要考量一下 偶尔还是要降个key 降key并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最 对 不是说你降key 你没有唱原key 你不够厉害 没有好吗 真的 很多专业的歌手 在演唱会的时候 他也会降key 是啊 他要整场 一个人要唱整场 要看你当天自己的状态 来决定说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唱这个key 或者是他的歌 那一首就是飙很高的音 一直飙 唱完一首后面就不用唱了 唱歌也是一个 我觉得声音是一个非常难以说明的乐器 人声是最 摸不到 然后也无法跟你说 完全要凭感觉唱 他说之前老师教我唱歌 说你要往前唱 我说啊声音还往后唱的吗 他说有 你声音往后 我说啊 我声音往后 那是怎么个后法 他说不是 我说你唱 你听 你听我 我说往前往后 听不懂 真听不懂 刚开始听不懂 然后唱了半年以后 慢慢才可以感受到 才清楚 哦 原来这个是往前哦 哦 原来我以前都往后 这个是不是跟戏剧也很像 一开始戏剧老师会讲说你这个情感 或你这个诠释有一个不到位 对 然后你是抓不到 后来就 诶 渐渐的 有一天抓到了 诶 像我之前上过一个 也是碰倒的课 这是洪子鹏导演的课 他一开始让我们演戏 没有什么感觉 后来他就给了一点小提示 再加上一点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一放 那个像是在比较暧昧的时候 在一个餐厅里面的感觉就出来了 嗯 因为那个餐厅就会放一些比较情歌嘛 嗯 那你听到的背景音乐就变成是比较浪漫 嗯 人讲话出来的时候就变浪漫了 嗯 那是利用一些音乐来让你 带动你身体 对对对 这个这个是一个方法 可是问题是现实 真的在场景片场里面 不会有人放音乐给我们的 对啦 这只能是用那个来辅助而已啊 不过我碰倒真的放音乐给我了 哦 他真的现场有放音乐是不是 因为那一场是我的一场哭戏 那他为了就是比较快可以让我达到 要不然剧组会等嘛 因为需要一点时间 嗯 所以他那时候叫大家安静哦 然后他就放了一段音乐这样 然后他说演员在准备哦 大概是这样 可是正式来的时候 这是他嘛 这是他 正式来的时候就 好差不多了哦 音乐关掉了 用音乐来带 对对音乐来带前面 嗯 实际上开拍的时候没有啦 那开拍的时候 其实感觉对了 就会往下走 也不会跑掉 对对对对对 这是他的方法 嗯 突然想到扯开话题 其实没有音乐这个东西 我甚至常常觉得有时候 呃 戏剧里面的音乐很有触发的那个 呃 等于是一个导火线 启动的对对对对 有时候 音乐配的很好 我跟你讲那个画面 呃 那是一个导火线 然后就在 那是一个导火线 一群人在逃难的时候 他们里面的乐手 四个人 弦乐四重奏 弦乐四重奏 在那边拉 他大家在逃难 他们还在为大家服务 在那个旁边 然后这样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拉 好几首歌 然后 拉到最后一首 他说好 那就这样了 啊 那个leader就说 很高兴跟你们合作 这样子 嗯 那就各自逃命吧 然后那三个人就 拿着乐器走了 然后就这个leader 自己 又开始 开始拉拉拉那首歌 那个弦一下去 我眼泪就掉出来了 嗯 那个弦一下去的时候 就哇 那个声音真好听 是 那个感动的 啊 那感动 然后那三个 那三个乐手 听到那个声音 然后就回头 然后回来 跟他再拉了这首歌去 嗯 我觉得那首歌是 我不知道欸 我每次看到那一段 我都觉得 哇 那个音乐真的是 那首歌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常常可以听得到 对 但是在那个moment的时候 然后配上那首歌 真的是很触动人心 而且它又搭配剧情 他们可能知道说 又大概逃不掉了 因为他们等于是没有上传 那个时候已经快沉了 已经一半倾斜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音乐 在每个人的每个阶段 都会有一些音乐的陪伴 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 某一个电台放了某首音乐的时候 就突然你的画面 就会跳回三十年前 你曾经听到这首音乐的时候 你旁边坐的人 跟你讲了什么话 那画面会跳出来 或者是你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你正在吃哪一个味道 你那时候正在吃的那个东西 那个味道都会回来 那些回忆记忆都会在涌现 对对 他音乐是有这么大的力量 可以把你这样 瞬间拉到那个时空 对 所以音乐的能量非常强大 大家 多听听音乐 多唱歌 帮助你的脑部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复兴网幕电台 两岸资讯网 收听频率 台北AM594千赫 台中AM594千赫 FM107.8兆赫 高雄AM594千赫 天哪 提案又被客户退了 我需要来跟烟找寻灵感 拜托 别再吸烟了啦 你知道吗 吸烟会产生至少 九十三种以上的致癌物质 就会搬到你的健康 到时候事业家庭 就像骨牌一样一一倒下 太可怕了吧 我还年轻 为未来着想 还是趁早戒烟 用健康的方式 找寻灵感 脱离烟害 人生不败 健康不能等 快播戒烟针线 0800-636363 以上广告 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欢迎回到 复兴广播电台 复兴艺文馆节目 我们继续跟 雅慧老师来聊一下 他除了教学 演戏之外呢 还有做表演 这个表演 现在还有组成乐团 这个乐团的组成 也是蛮特别的 我们通常 有些乐团是 真的要走职业的 我们这个乐团呢 都是有正职 有其他的工作 然后因为 对乐团有热情 有个兴趣来练这个团 然后大家都是自费 自己自主来练这个团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应该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中间有停顿 一段时间不能练 完全那个都没办法动 对对对 完全没办法动 对 然后我们也练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是keyboard手 当然 然后有吉他手 什么的 但我觉得练乐团 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机会练到乐团 所以 年轻的时候 有个梦想 那个时候 不是说 那没有什么热音色啊 可是没有人组团啊 就大家各弹各 各唱各的 对 那时候好像 也没有那个动力 感觉那时候组团都是 那种热音 那种 电子 很吵的那种 那种 中摇滚 对 那种 才会去组band 你知道吗 但我们想要的 又不是 是 是属于 就是流行歌的乐团 这样子 想走这个 可是没有人 当时没有人会组这种团的啦 哦 那个年代 就是可能就是 比较名歌的 大家就自弹自唱 自弹自唱而已 对 顶多就是这样子 然后又是演唱会 就那种band 这样子 Fullband 要不然就是 英文歌曲 Fullband 那个餐厅的 那种Fullband 这样子 然后 所以我那时候 刚好被 被找进去说 他们缺个keyboard show 所以我就进去了 然后也觉得 很有趣 就是 大家练那些 就是 耳熟能详的歌 500的歌啊 500 然后 Beyond的啊 海阔天空啊 海阔天空 这些很知名的 我们就专门 算cover这些歌曲 这样子 那也很有趣 希望有机会呢 也可以出去表演 对 看有没有人来找我们 哈 这个在网路上 可以找得到吗 网路上 不容易吧 我现在看 YouTube可以找得到吗 啊 脸书上有 嗯哼 那我们可以搜寻 Easy play band 嗯哼 Easy 就是简单 Easy 然后play 就P-L-A-Y Easy play band 然后YouTube里面 好像也有 但是要搜寻 一样 Easy play band 这样 我就可以看到 这个 雅辉老师的演出 对 我们的乐团 我们的主唱 你主唱 也唱得很好 这样子 嗯哼 好 那 雅辉老师 最后是不是 还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你有听说 有一个好消息 哦 那个 我想想看 在什么时候 五月底 是不是 哦 对 是五月底 五月底 我突然收到 呃 制片 之前拍片的制片 传来说 哎 呃 我想要帮你报名 呃 女配角 我说 蛤 什么女配 她说 金钟 我说 金钟 我说 哪个角色 她说 就是 去年 十二月三号 在公式 台语台播出的 阿嬷 这出戏 这样 我说 哦 好哦 我说 我人要出国了 那我资料 通通寄给你 就是有些资料 要填 这样子 要报名的资料 要报名的资料 她要帮我填 这样子 我心里想说 我这样 可以报金钟的 女配哦 我连想都没想过 嗯 对 就是 在 呃 进入演艺 演艺这条事 呃 事业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说 会走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嗯 嗯 那觉得 嗯 嗯 我觉得 这个天志愿意帮我报名 我就觉得 是一种 肯定 这样子 嗯 当时 呃 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也是 他力排众议 然后就说 就用我了 是 就是演阿嬷吗 还是是 阿嬷 不是不是不是 阿嬷这出戏里面的大姐 啊 大姐 阿嬷 那在那出戏已经过世了 哦 根本没出现在 戏里面 哦 对对对 只是里面的一家人的 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样 那里面的大姐 呃 算是比较个性 嗯 也比较沉稳 这样子 冷静的一个女士 这样子 嗯 就觉得 呃 是一个 不错的体验 对 管他有没有得奖 对不对 都是肯定 哈哈 只要 有 被 有被这个 拿去 报名 基本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这么多剧 一年这么多的角色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 选择要报 女配 他也可以选择 报别的角色 或者别的项目嘛 因为那么多项目可以报 他一定是觉得肯定 所以他才会 对就觉得有 有 有 长官 呃 肯定我的演出 所以 你就觉得 哎 这个动力 我可以继续往前走 对 嗯 真的 先预祝 雅慧姐 可以 之后可以入围 并 获得这个奖项 能入围就不错了 得奖不敢 那 还有什么近期的作品 可以准备要上的吗 近期的作品 应该就是 呃 前 过年 过年 左右那时候拍的 那个 呃 又是星期一 应该也差不多要上 上线了 嗯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 影集 影集 嗯 嗯 然后现在 我不知道他会在哪里 呃 播出 嗯 一个影集 然后是属于黑色幽默 阿坚 也呃 导演的 哦 阿坚导的 阿坚导的 对 阿坚其实他在加州是 也是念 艺术的 呃 表演的 哦 对 那这个剧 在里面是 雅慧老师担任 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是一个 发行部经理 发行部经理 对对对 就是他们是一个 杂志社的 呃 一些人际关系啊 还有一些 反正 那些 勾心斗角吗 也不算 应该算说 就是一些 小人物 暗 暗黑 就是在里面的那些 酸甜苦辣 这样子 然后 呃 各种的 那个 幽默 呃 可是不是搞笑 不搞笑 大家都很认真在演 但是 呃 各种的那个 无奈 无奈 对 就是小人物的无奈 或者是主管的无奈 各种的 呃 挑战啊 然后会造成很多的 误解 或什么的 反正就是 啊 不能透露太多 啊 这个之后在 网络上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嗯 不晓得会在哪里 电视上好像 他们在谈电视 嗯 电视应该有可能 有机会会播 或者是在 Netfit上面 我不知道 有可能会在Netflix上面播 不晓得 现在他们还在谈吧 嗯 对对对 这部剧叫做 X XX 又是星期一 又是星期一 就是上班族的 忧伤 淡淡的爱上 嗯 但是它是一个 黑色幽默喜剧 对 所以如果上班压力很大 或者是 就喜欢这种 黑色幽默的朋友 就可以 关注一下 我们可以在哪边 看到这个消息呢 可以在 脸书上找到 雅慧老师的 FB吗 嗯 或者是IG吗 嗯 IG FB的话呢 是可以找得到 但是因为 陈雅慧这个名字呢 蔡奇阿明 所以你可能会出现 两百多个陈雅慧 所以很难搜寻 这样 嗯 但是如果戏剧的话 到时候搜寻 阿肯比较快 OK 所以可以到 阿肯的粉专 或者是他的IG上面 他一定会发布 对 他是导演 也是 整个 其中的 他应该有参与一点编剧 嗯 他也是编导 应该 应该都在里面 不容易 好 让我们一起期待 X又是星期一 听众朋友 今天复兴广电台 复兴艺文馆节目 哇 非常谢谢方法 为我们 邀请了 这么优秀的 艺文工作者 做了这么精彩的访谈 嗯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 我是黄信丽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